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刚拆了个包裹 是我从淘宝买的转运过来的 然后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好像还有个牌子叫什么mo over 我也是 小姐 我也怕它碎嘛 然后它其实有配套 那个茶杯也挺好看的 等我下次什么时候在海运 我再买 还挺漂亮的 不能放你的room 上次你把妈妈那个都给菜了 这个也是在她家买的 应该是一个围裙 羊脚包这样的围裙 它这个兜上还有一个 像那个receipt结账小票 做工还挺好的 可能我以后再去他们店里淘点什么 对 我特别喜欢用这种翻页的日历 但是我在美国好像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 当然我也没去逛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买的 把它就插到这个底座上 对这样的 然后可以立到桌子上 这样台里 还有这种耐茶色的 我就买了三套 想着这个可以送别人 然后买了一些法式 然后这个是香蕉夹 质感挺好的 很好 很不错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这个稍微小一点 这个也挺好看的 我忘了这店名是什么了 回头我放到信息栏吧 这个也很不错 然后买了一个手机壳 这个牌子好像是韩国设计师吧 就这样的 然后它带一个就是这种手指的桌子 就在淘宝上买一条裤子 哇这裤子超级好 就可能拍出来还是有点宽一点 但是实际肉眼看 形非常好 特别显瘦 它是那种国内叫什么 拉绒 烫绒 还是叫什么 姚立绒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很厚实的料子 然后就是那种西裤剪裁 长短啊 肥瘦啊 都特别好 而且很显瘦 超级推荐这条 现在里面那个就是有点透啊 穿着一条黑色的那个 Lululemon瑜伽裤 所以看着有点黑 但其实是白色的 上下都是我买的那个小朋友的内衣 我一直很推荐这个 就好孩子 我每次买都带几件 它的这个棉 特别就是丝滑 然后穿着非常舒服 儿子跟我说 妈妈我最喜欢这个 就是比美国买的那些贵的便宜的都好 所以如果你也淘宝海运 你可以买好孩子的这个小孩的内衣裤 这些了 我也没有运太多 下次再买再开箱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下午已经三点多了 因为放假嘛也没事 就打算带小孩去hiking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穿什么 我就穿着新买这个Rotate的这个大毛衣 里面套一个瑜伽的那个T恤 长袖的比较保暖 里面下面是瑜伽裤 这个裤子就是淘宝上刚买的这个阔腿裤 我觉得型特别好 超级推荐啊 然后戴了一个帽子 就这样 我们要去旧金山北边 所以那边比较冷 所以就是还是用这个厚的 然后穿上我最新买的那个白色的鞋子靴子 就这样出去hiking一下 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去三番 主要我们又想去打包那个ZNY的川菜 因为那家太好吃了 所以去那边逛一圈 打包个川菜回来 今天hiking有点失败 还是有点冷 然后刚下过雨特别泥泞 我的裤子已经完蛋了 给你们看啊 你们看就变成这样了 Oh my God 当然了本来hiking也不应该穿的我这么白 但我不是想拍照吗 结果也没拍什么好看的照片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吃饭了 好饿 哈喽今天hiking真的是太冷了 然后我们没走多一会儿就跑到三番当趟吃这个 我最喜欢的川菜Z&Y 可是我最喜欢的张茶鸭居然卖光了 所以就点了五六个其他的菜 哇 还是排队一个小时才有座位的 对 然后现在外面吃饭还挺凉的 不过依然很开心 吃到好吃的 OK 还有小鸭吧 哇 hohoho 终于吃上了 太不容易了 OK 那是我来吃 OK 这两个 好酥 这葱油饼和我们来素冻的那种不一样 它是现做出来的 我觉得我这个中国味就是没什么福气吃那种米其林 就是得到这种冷兮兮的排肠队的馆子等了一个都要吃 两口热茶都没有的地方 这个口水就很好吃 吃吃包菜 HELLO 大家 HELLO 大家我们已经回到家了 已经很晚了 小朋友就睡着了 所以我有点时间 然后我今天到家门口就发现有一个快递外卖 我订的那个网红酸奶 好像就在湾区这边 我看小朋友说的挺火的 就跟你们一起吃一下 看看值不值得买 各位 这个是芒果的 另一个是 另一个 就叫油米酸奶 我先尝哪个呢 我家小孩喜欢水果的 我要不先尝这个吧 这个既然叫油米酸奶 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家这个招牌的 我要试一下 就是它不是奶茶 真的是酸奶 坦白说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它里面有点像八宝粥 就有点燕麦啊 还有紫米啊那种味道 然后但是它中间那个稀稀的东西是那种酸奶吧 就有点酸酸的 就感觉像粥有点放坏了 我估计这个能好一点 因为上面是酸奶 下面是芒果 不会有那种 像八宝粥放坏了的 味道 我们家小孩睡觉特别费劲 以前都是我要赔 差不多把两个都放到 经常都11、2点 后半夜一两点的时候也经常发生 今天因为出外面去他们累了吧 所以现在大概9点多就睡着了 我们就有点时间 我让我老公给我做那个咖啡豆 我今天新买的那个咖啡豆 这个我是看那个Suki他的视频 他推荐的这个在纽约的这个咖啡豆 然后我就买了试一下 特别快了 大概下单两天三天我就说到了 然后他这个有那个Decaf的 所以就让他做磨成粉 然后再做出Expresso 冻到那个冰河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 最近就新年转播年回来 然后小朋友就没让小哥去上学 因为这个Omicron变种还挺严重的 所以我在家就没有一个很整块的时间了 就特别的挣扎 struggle那种感觉 就是时间被碎片化 因为它总打扰你嘛 然后我今天任务还挺繁重的 我要收一下地毯 就是我隔壁那个family room的地毯 之前的vlog不是洗过几次吗 然后实在洗不出来都变黄变硬了 我就想还是算了 就不要它了 把它换掉 我中间又买了一个lulu georgia的 然后但是它那个就疯狂掉毛 也不便宜呢 那个要将近1800刀 然后疯狂掉毛 特别恐怖 我后来还是把它退了 然后最后还是订了一个RH的地毯 还是他们家比较有质量保证 但是要等两个多月 所以就是今天 就是去年其实就订了 然后今天终于要送到了 唉等了好久 就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先保命吧 待会给你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今天除了收地毯以外 还要拍一个视频 就是你看我画这个妆 是不是还挺喜庆的 就是要拍一个YSL那个香水合作的视频 然后我昨天呢 又收到Analisa这个新品 所以想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有福利给你们 像我一直很喜欢他们家的首饰嘛 我这个带着的这个碎碎的 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就是特别有节日气氛 然后bling bling的 这个耳环也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次 因为他们也是快到这个情人节款了 所以有一些挺好看的礼物的set 我就给大家选了一些 这些都是我以前有的款式 像我之前很喜欢 就是他们家这个新型的链子 就是带了一年多完全不掉色 所以呢 我就打算选一套给大家 然后就是跟我这个 就是跟我这个同款的 但是它又搭配了两个 就是新型的小耳钉 我觉得特别可爱 就很百搭很简单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上面抽奖 就不在这个YouTube下面抽奖 留言 大家还是说 大家想说的话 换一套也是他们的 算是限量的这个套组 然后这套特别好看 你看就是像小水滴一样 bling bling的 它是一个链子 加两个耳坠吧 这样的一个套组 超级闪的 然后又很小巧 很精致 但是又不会很浮夸 然后这个是我给自己挑的 我特别喜欢 你看 有点像那个卡迪亚的那种 方形牛头钻的这种 然后大家看就这样 是小小的一颗 它会显着那个钻很大 然后那个链子是很细的 所以你远处看 就是一颗小方钻 特别闪 就是它很百搭 像这种复杂的耳环都可以搭配 我特别喜欢这种简易的款式 它后面有调节扣 我这个是最短的 是吧 还挺好看的 就是挺百搭可爱的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娜路易三的首饰 更多的款式 你可以到的官网看 最近也有折扣 然后这两套是送给你们的 请到我的Instagram上面去抽奖吧 那我今天就要拍视频了 然后待会地毯到了 再给你们看 哇 这个地毯我好满意 比我在图片上看着颜色还浅 我在图片上看着就比较深的那种灰色 还不错的 是中性色调 一块拼起来的这样的 我今天要把这个puzzle给它 粘到一起去 我到网上做了一些功课 大概就是买一个胶水 就是在亚马逊上买的这个 专门粘puzzle的一个胶 好像要涂好几层 然后最好用那种就是平的刮板 可以刮它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因为我没有那种像报纸一样的 我就底下垫的材的这种购物袋的纸 这边是垫的胶皮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没有刷子 就拿这个Domalogica的面膜刷 不要碰这个啊 我们今天要给它刷胶 就好像先把它这样挤上 我现在要做它 现在好像干了 你看它可以这样拿起一片 哎呦 这个把底下的纸都给粘起来 我要打算再刷一层 好啦 又晾干了 然后现在感觉它应该是粘的差不多了 把它弄一下 然后你看现在就可以 折成一片 我看到视频里教的是 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涂 好了 现在是晚上了 应该都干透了 哦 这边都粘上了 有一大块胶 天呐 so yummy cookies 大家看一下我们俩的杰作 同志们怎么样 已经它变成一片了 我看YouTube的教程上 他就拿两个夹子 就是那种加文件的带一个那个钩子 前面是一个黑色的那种夹子 然后这么一夹就可以挂到墙上 我要帮你 就这样吧 松手 松手 好 松手 好 松手 可以了 OK 松手 好 我现在是我们全家的Tony 给老公剪完 给小朋友剪 今天是给儿子剪头发 你害怕吗 我在淘宝买的这个 这个可以套在身上的 这样头发不会掉满地嘛 还在亚马逊买那个理发师剪子 这个就比较快一点 你帅啊 你帅吗 好 Tony老师的作品 把弄到那个直接弄到院子里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好 又在准备晚饭了 然后我这边是蒸了还是那个黑鱼 然后刚才我是蒸了点这个香肝 其实可以焯水 但我给忘了 就是切一点的时候才香起来 那它都碎了 我觉得焯水就不好了 我就稍微蒸了一下 其实就让香肝口感软一点 原因我是要拌一个香肝马兰头 然后这边是那个色拉菜嘛 还剩一点的把它吃了 我上面就切的这个叫什么甜菜 是不是 这是一个超级简单的 算是南方的两拌菜吧 然后把这香肝切一下 你看它蒸过就很软 非常好切 马兰头是冰冻的 然后它是一袋 我大概分成四份 就每次四分之一 也不用焯水 就直接切碎可以做了 好 就切碎成这样 然后我们就开始调味 这个调味非常简单 盐 鸡精 香油 没有了 非常非常简单 香油也要多放 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油 再放一点 我们家是不排斥吃鸡精味精的 马兰头和香肝的比例的话 就看你喜不喜欢马兰头的味道 如果你很喜欢那种野菜的这种特殊的香味 你就可以多放 像我们家这个放的就是比较多的 这个要扣出一个好看的形状 就要找一个深一点的碗 边放边压 一小盆都压进去了 开始了哈 咱们可以 耶 好了 这个雪鱼蒸好了 它这个你看缩得好厉害 那么大一块 就变成这么小 然后出了很多水 我把那水倒了一些 但留一点点 这个鱼我已经加了一些盐了 所以就再加一点蒸鱼齿油 淋热油就可以了 来上点漂亮的葱 李锦记的蒸鱼齿油 这个蒸鱼齿油不咸 所以可以多放 它很鲜 好了 星级酒店版的蒸鱼 最后这色拉 想做的简单一点 那次吃完了 所以就不放那些那次果干什么的了 就能吃点试点 反正这也是剩个叶子 然后调料我其实就是随便买的 这是意大利的那种 怎么说 这个菜反正就是为了健康才吃 也谈不上多么美味 家庭版色拉菜 好了就是今天晚上晚餐 非常简单挺清淡的 我们家确实吃的不太多 饭吧 你知道这个清蒸鱼的诀窍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 这个原料新鲜其实做法很简单 但关键在于鱼的处理 就是你要把肚子里面那些膜都给洗掉 像这个鱼它这一块和这边这一块都是黑的 就是你要用手搓 然后搓不掉的话 我就拿那个厨房纸巾把它蹭掉 因为这个膜吃起来会非常新 上面黑的东西处理不干净 它就很影响口感 这个鱼很嫩的 嗯不错 破坏了破坏了 破坏了 稍微有点盐多了 再多倒霜 这个隐izens 这个隐izens 这Woを